位在臺北城南同安街的濟州庵 是臺北市的市定古蹟 十幾年前 濟州庵被鐵皮圍起來 完全是一個漫草荒煙的廢計建築 要不是一群臺大城鄉所的學生 造訪附近的居民 積極找出濟州庵的身世 他可能當年就會被怪手推平 鋪上柏油 變成一座停車場 其實當年濟州庵附近 曾經有很多出版社 包括林海英 余光中 王文新等等作家 都曾經居住在此 導演王明霞拍攝 城之南 濟州庵本市 記錄這段巡迴記憶的過程 串起老樹 文學 甚至整座城市的歷史 抬頭望天 殘田巨樹 濃密的避孕於上 被多棵老樹圍繞的日式墓房 在艷陽下顯得靜密舒適 午後的一場放映會 讓老巫來述說 臺北城南的文學時光 在城市精華地段 挨著高樓大廈奄奄 隱隱然存留著舊石鄉村的起居空間 巷中有巷 樓外有 天外有天 家在羅斯福路等大馬路間的 銅鞍街 廈門街一帶 民室平房和舊公寓間 摻砸了不少老樹 在國民政府來台時 將不少日式建築改為公家宿舍 又因為臨近台大師大 讓這裡成為台北的文學重地 我們是戰獲第一代出版人 特別是尔雅所經營的或者洪泛所經營的 它非常純粹 從四十年前到現在 專情以文學 是一個很美麗的事 俄雅出版社 洪泛出版社 早年的純文學也在重慶南路頭 加上國語日報 還有中國文藝協會的設置也在水源路 所以越來越發現好多的出版社 文學團體 機構都在這裡 那我們就覺得這個地方 原來蘊藏著這麼豐厚的人文基礎 被年輕作家形容 走在路上就能遇見大師 台北文學區大約在五零年代後期 有了雛形 那時候林先生是一個非常愛朋友的人 他就說又是同業 又是寫作的朋友 大家每個月我們來聚會一次 那林先生家有名的一句話就是 林先生家的客廳是辦個文壇 作家王文欣 童年就住在紀州庵 他的小說中 處處看得到台北城南的影子 他對這處以紀州庵為中心的揭闊 感觸猶身 在早些年的時候他就給我很多文學藝術方面的指導 的確是讓我張開眼睛看到更好的藝術的文學的空間 我現在回想的這個影響就太大了 出現在許多台北文人筆下 紀州庵經過時代更迭 違建改造 再到九零年代的兩場大火 原本黯然的廢墟 有幸在十多年前經過台大城鄉所 學生的探索 重新被社會關注 制定為試定古蹟 修復後的紀州庵 承辦各種文學活動 要延續台北城南獨特的藝文饗宴 我們在一旦 DRAFT BHANITA BHANITA PHANITA BHANITA MING PAOFT BHANITA BHANITA